真人單挑來啊來啊 你看PORCE在打小號 花魯連也都在打小號 EB之前就在演員 這年頭還是很多在買分的 我沒有跟你開玩笑 我最近只要開直播 玩這個比較高分的帳號 幾乎每一場都有演員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關台打都不會 我關台打是整排都屌虐的 我關台打是不太會輸的 你知道我們不是怪他打得不好 他並沒有打得不好 你從他的選角就會發現 他選了一隻 他根本就不想贏的角色 就像我剛剛說的那個打野嘛 他是MAN打野的 然後他有一堆角色都五六十趴 然後他偏偏選了一隻 他沒有玩過的 他零勝三敗的 然後平均一場十九次的 他平均是五殺十九次 你不覺得我們最近很多人都在打小號嗎 你看PORCE在打小號 花魯連也都在打小號 欸有些人在你對面就很強 那你一隊他就玩一隻 他就玩一隻他根本不會玩的角色 多殺幾次 殺到第八次的時候 哇 怎麼就死去 我之後也蠻公正的 他這個死挺正常的 我好 差一點 哈哈哈哈 他應該死了 他等一下在TP上 我不用 雷紋 雷紋你玩得不錯啊 桶子有可能在蹲我 有點機會 因為雷紋的護法 我覺得稍微向前了一點 他稍微向前了一點 這桶子有可能在蹲 又被我猜到了 打上路也要靠演技啦 雷紋 雷紋你不夠會演啊 你演得不像啊 我看你的動作就知道你旁邊有人啊 你沒有我會演啊 我大家要來的時候 我會演得很像的啊 哇 掉掉了 我剛剛不應該省眼的 我插進去 他應該要叫閃 暈在原地啦 雷紋 沒事 剛剛失去的東西 馬上都拿回來了 撿100 再一波 再一波 我缺100 我不想要回家 我如果第一趟呢 就可以租火箭區的話 那這雷紋就GG了 火箭腰帶 最強的是他可以推線 火箭腰帶在手 這個線隨便推啊 嗯? 嗯?開大了 哈哈哈 雷紋開大了 哈哈哈 哇好痛啊 110 他沒大 這個沒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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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大 你不用怕 他沒大 啊 啊 把他家通通吃光光 遊戲結束 沒玩沒遊戲玩 瘋狂破塔皮 沒有輪到他玩遊戲啊 這真的是沒有輪到他啊 隨便玩他都傻 他已經沒遊戲玩啊 這也不能怪他嘛 分數打的越高呢 這個遊戲就看起來越來越不精彩 要嘛就是你捏我 要嘛就是我捏你 大家都會玩了以後 沒有那麼容易讓你打回來 你就等著被虐了啊 他沒住魔防 所以你可以 你可以直接出法酸血 要是沒那麼屌虐的話 一般人會出 探索的布啊 你剛可能是廢啊 我錯怪你啦 好啊 好啊 防一下 我們是三打五啊 沒辦法 我們現在有兩個人 在瘋狂拆了 腰帶不逃跑 我怎麼逃跑 被卡在這個角落 腰帶怎麼逃掉 我開腰帶過強是不是 好啦 要是我能開腰帶過強 我剛剛就逃掉了 對不起啊 我不夠強 漂亮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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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會不知道腰帶能過強 連鐵牌都知道的 我都不知道 好扯 一定是我太久 太久沒有人看的 下路會出事嗎 不要賣我 一個電全部 通通吃翔 輕輕鬆鬆啊 阿 野原在對面的時候 真輕鬆啊 還是他其實不是野原 他可能是買分的 我覺得凱能 這一版把雙防 改到大絕上 是變強欸 說實在的 因為凱能沒人會先點1的 所以通常凱能 都是到後期才會有那個1的雙防 當時他現在把他移到大絕上了 你看 我在開大就加40雙防 有沒有會突然來抓我呢 應該不會 他們九頭應該會想抓上路 所以我猜到了 把我保在原地電他們 你看啊 我就問你 我如果沒有剛這個開大的雙防 我是不是死了 我覺得我剛剛如果是舊版的凱能 我死了 說什麼我把他電到原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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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老啦不能一心二用啊 跟你們講話的時候 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啊 凱撒去哪了 凱撒在哪裡 哈哈 今天看到你開台我就知道晚上又不會無聊了請吃宵夜 謝謝羅糕的宵夜 水啦羅糕 魯魯上路 那有什麼問題 哇出人命啦 砍了一個第五個 哇就厲害了 還想幫我啊 你看真的很硬啊 我精神都不用出了 我這大絕裝防有夠硬的啊 你們那個很療癒吧 你們要不要看看重播 我剛剛那個電的那個很療癒 那個像是你們在看抖音的療癒影片一樣 哇一個電五個 有問號嗎 有問號嗎 我剛剛進場有人問號我嗎 真的假的 認真 我不行 欸!我那種不可以原問號了嗎? 輕鬆獲勝 啊!電不了了,好久再電一次啊 已經送走 這遊戲就長這樣啊 這遊戲真的就是這樣啊 因為演員在對面啊 現在高端就是在比誰的演員比較多啊 我想給AD戰 我是一個優良玩家,我想給AD戰 大家要選多久? 我穿個廁所,回來看好多好 2000年後 到底要不要讓我給別人炸? BB之前就是這樣演員 沒有真的很多演員 真的很多演員 我沒有跟你開玩笑 這年頭還是很多在買分的 只要這一場進去三個人 欸!他們三個人都在代打 欸!有一個在來幫 然後指放了兩個人 那他們當然為了省事 會讓那個指放兩個人的贏啊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真的很多演員啊 沒有跟你們開玩笑的 你如果剛好跟他一隊 那個人就會一直送啊 一直耍廢啊 或是玩一隻不常玩的角色啊 他們要賺錢嘛 沒辦法 看重播誰聘問號 有人聘問號嗎? 我那樣進場有人聘問號嗎? 有人聘問號我檢舉他 怎麼可能我那種進場有人聘問號 我很不想看欸 有人 我現在看的話 會有人覺得我在自拍 所以我也不想看 沒有問號 有! 酷奇發出了問號! 酷奇! 你不是神獅嗎? 抓到了 酷奇 抓到了 酷奇 還是他在說我太強啊 所以問號 他可能是覺得我太強啊 所以問號啦 表示很屌 所以我隊友每次在秀別人的時候 我也會問號他 在聊他很屌的意思啊 你們懂不懂啊 他說我很屌的意思 不屌嗎? 我剛剛那墊的不屌嗎? 不屌的 出來啊! 單挑啊! 每天都在單挑都沒有要單挑 喔好煩喔 你們到底要單挑啦 到底要怎樣啦 我本來都以為那些嘴巴仔 會有一個人跟我單挑的 結果全部都不跟我單挑欸 我覺得超扯的 你們跟我單挑我就可以減精華了 他沒有要跟我單挑 200塊都不想付 一賠五欸 不然我改成一賠十好了 真人單挑來啊 真人單挑來啊 我這個胸肌會抖動 真人單挑 講什麼東西啊 真人單挑你沒有勝算啊 我打的時候單挑還比較有勝算 OK